各位 今集慰露市政節目 我們請來體育專員黃德森 和大家慰露聊天 大家好 歡迎收看慰露市政節目 我是嘉賓主持人林志欣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體育專員黃德森阿Sam 阿Sam 你好 你好 阿Ki 我想很多觀眾未必很熟悉體育專員的工作 但就很熟悉阿Sam 因為我們由體育運動員出身 今晚知道你做過教練 亦做過很多體育總會的職位 你又是一個運動員 到現在進來政府 其實整個崗位上需要怎樣適應 我想適應是最闊的 因為政府是一個很大的機器 有很多部門 亦做很多決策上的事 在我以前可能是 每一個單獨的崗位 不論我做運動員 教練 在奧委會服務的退役運動員 然後在不同的運動項目做發展 都會是比較單人 而現在是很闊 因為基本上 整體體育發展 很多不同的項目 所有有關的持份者 都會有關事 體育專員實際上的工作是怎樣 因為其實體育專員這個位置 開了不久 體育專員主要會跟哪些部門 或持份者合作 如果我用一個項目 例如未來奧運會 體育專員會接觸到甚麼呢 有機會接觸到運動員 接觸到教練 接觸到體院 接觸到體育總會 接觸到奧委會 甚至乎有些傳媒 因為剛剛政府也買入了轉播權 圍繞著這個奧運會 這麼大的比賽的持份者 都有關事 譬如各轉播 市民想怎樣看呢 是不是有機會 好像上次那樣 很多商場都有得看呢 令到全民都看奧運呢 所有這些東西都會有關事 在政府的角度看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分享到奧運 緊張 看著我們香港和國家的運動員 去拼搏 在奧運這裡大家一起感受 如果你想到一個良好的結局 就會牽涉到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當然不是我一個人做了 政府是一個很大的組織 我們都是組織的 只不過是可能在從中的時候 有一些意見我可以給得到 因為我以前的背景 可以涉及過很多不同的範疇 譬如如果你說看 看得體育園 那又不同了 因為牽涉到很多建築的東西 政府很多的部門都會涉及得到 如果他一搞比賽大型運動會 那又涉及了很多奧運動員 教練 總會 媒體會 體院 本身你在體育圈子都做了很久 都認識很多的持份者 由一個業界人士去做體育專員 最大的好處是甚麼 雖然只不過我們有兩任體育專員 但你是第一位由外面進來的專員 特點在哪裏 我想可能過去那幾年 很多外界會覺得 當然是專責的人去做那個項目的事 很多時候會有一些聲音 當然是在體育裏面 去找一個人習慣體育的人 進去做體育之後 那當然好一點 我想外界的聲音都是這樣 而實際上說 我想如果Sam做這個體育專員 我覺得幫得到在政府發揮 我相信就是 我以前擔當過很多不同的角色 如果譬如有一些政策上要推薦的時候 我會考慮到作為運動員 怎樣影響得到 作為教練有甚麼影響 體院有甚麼影響 體育總會有甚麼影響 或者整體有甚麼影響 在這方面我會給予多一點意見 我想好我舉一個例子 好 在過去可能大家都聽到 我們體育發展有雞鮮還是雞蛋呢 這經常都是一個話題 尤其是對製項目 我們怎樣可以幫到對製項目有一個好的發展 又因為現在在體院的門檻 成績門檻很高 他們暫時未達到 我們怎樣幫他們呢 我們過去有一個發展的五年計劃 剛好也更新了 直至到2027年 那裏有八個對製項目 如果八個對製項目 事實上是未達到體院的標準 那就是那個雞鮮和雞蛋 我們怎樣可以將他們慢慢培養 這些對製項目培養到上去 看成績的要求 在上一次我們的亞運會完結後 我就去探訪了八個門的項目 了解了不論運動員、教練 聽眾會他們的需要 在政策上有一些改變的 或者有些增加的 譬如以前每一個項目 可能有一隊 可能有一隊男一隊女 那是主隊 但是現在新的一個隊製項目的計劃 會有支援第二題 因為當去完亞運 看完他們的成績 再去跟他們談之後 就發覺可能有一些隊 他們的隊員年紀都差不多 如果我們再支援下去 他們整隊都退役 那他們就無以為計 如果對製項目不論是藍燭手牌 都是以十年八年才能出成績 才能出一代人 那我們是不是要考慮第二棋隊 這是我們新加進去 有第二棋隊的支援 因為他們未必有 在體院那麼好的支援 可能他們依靠其他 總會可以分派到的支援 譬如運動創傷 我們怎樣可以幫得到 這些運動員 他們可以避免運動創傷 又可以繼續拿得更好的成績 希望他們能夠進入體院門檻 那裏我們又增加了 這些是可能我的經驗 因為做運動員出身 又做過教練 又做過仲會 知道在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未必給到 好像同體已經那麼好的支援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平台 有些支援可以慢慢慢慢地發展上 我聽到那些運動員說 因為那個支援給他們的津貼 當然未必有看過那麼多 但是都是一個很好的象徵 是代表政府都會支持這些對象 原來聽他們說 他們覺得我作為香港的代表 我得到這一份的支援 我是很自豪的 因為全香港只有十多人 可以得到這一份的資助 而我是用我的努力 我的汗水得回來的 這個是政府去好好認識 我們這一班的運動員 而我們是很珍惜的 我聽到我很開心 第一 我都跟他們說 我都做過運動員 現在給你的支援一定不夠 你可能要做兼職才可以定得住 但是你都一直繼續為香港 為自己 為總會去繼續奮鬥 因為我很感激 我都做過運動員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有朝一天 你們的隊伍變成 體願的其中一個項目 經過這個過程 我自己都覺得 我過往的經歷 跟我再去重新確認 因為都去聽他們說 在政府新的政策 去譬如說這個支援對際項目 我覺得是做得挺到位的 當然希望在中會和運動員 都要他們自己努力 再爭取更好的成績 我們知道啟德體育園 夏年預期會落成 這亦是你其中一個工作的目標 任務甚至是要確保預期落成 可否也跟觀眾透露一下 現在的工作進度是怎樣 現在的工作進度是暢順的 希望在2024年年底 就逐步會完成 其實都有很多測試菜 因為這個是包括 有一個運動場 室外的運動場 一個室內的運動場 就可以cater到一萬人 有一個主場館 五萬人的主場館 他們三個運動場 都各自要做一些測試菜 達到標準才正式去開放 給市民或開始做一些大型的運動 2025年就是全運會 我們知道剛才提到 硬件要去如期落實之外 整個軟件的管理配套都很重要 在這方面 你作為專員 又如何確保整個運作是暢順的 當然不是我一個人 這個是會在啟德體育園 他們會有一個委員會成立 這個委員會幫忙 裡面有很多業界的人士 去幫忙去制定一些 譬如長遠的策略 譬如定價 譬如應該 因為在起體育園的時候 顧名思義體育園 他有定份額的時間 一定是要做體育運動 那怎樣可以平衡到收支呢 因為有時做體育運動的 可能總會的一些比賽的 那個收入未必是這麼高的 可能他有機會做一些大型的活動 又有些可以平衡收支 這些都要靠一些業界的人士給一些意見 所以這個是大眾都有份的 反而有一點我覺得是市民都有份的 因為我們是從未試過 入一個五萬人的球場 從未試過是28公頃 但這麼大的地方 是搞體育運動的 市民都要適應 原來要走這麼遠 是呀 因為原來踮踮圈走運動場 那個室內運動場都挺遠的 如果大家有去過看 可能英超也好 去歐洲看足球也好 原來真的走多遠 還有散場 大家都要走一段時間 才接觸交通工具 因為這是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每一次這麼多人聚集 同一個散場的時候 是要有很多鋪排 又要有 可能我們香港會有警察幫手 我們本身體育員有些安全 怎樣可以令到他安全地 順利大家踏車回家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原來那個場裡還有很多東西玩 因為在大球場 因為完了就什麼都沒有 大家都要去找消遣 找食物 但原來現在的啟德體育園 裡面有很多餐飲 還有很多其他活動 可以讓你繼續留下來 有點像在外國 例如他一場球賽 人家早兩小時就會到 大家聚集談一下 喝杯東西才入場 那個文化要慢慢建立 然後原來完場 還有餘慶節目 在外面 露天那邊 原來不一定要趕著回家 還有其他東西玩 變成這個生態 可能全港市民都要有一個適應 將來慢慢會有這些測試的比賽 或者測試的項目 可以大家去慢慢感受一下 我相信開頭的時候 大家都要去幫幫忙 因為從來都是一些新的項目 一些新的這麼大型的建設 開了的時候 大家都要適應一下 我想要抱著一個這樣的態度 還有我們希望越來越多 這些大型的盛事會在香港舉行 我們都要建立一個 我們怎樣觀賞 這個大型體育項目的文化 講到啟德體育園 其實場館還未建好之前 其實我們香港一直都不太搞一些大型的 無論是體育 還是一些真的演唱會的場地 可能紅館都是一萬多二萬人 講到一些國際巨星 他們需要一個很大的舞台的時候 其實來香港就未必接待到他們 在過往我們接觸 有很多搞手說我們想來香港 第一件事原來他們是問什麼 你有多少位 因為原來那個位 他計多少場 他計算賣票的票價 他就計算到他能否圍到本 或者他又沒有得賺錢 我相信大型 好了 硬件我們有了 因為所有的範圍都大了 不論你的安排的時間大了 所有要人去統籌所有的東西都到 這個我想會是 當那個需求慢慢來 相信我們未必很快就立即有一個萬人的一個項目 可能我們有兩萬三萬四萬 我想這個時間和機會可以慢慢訓練到 我們本身在香港是不同的持分者 做的不同的崗位可以慢慢適應到 這段時間經常說城市 其實我們如何確保城市的質素 以前我們看體育城市 會是看總會搞的一個世界賽 我們希望將這個香港的體育提升 可以利益到我們的運動員 教練 甚至乎年輕的運動員 到現在的發展 就是就算是一個總會搞 我們都會想一些浪費活動 因為很多時候會是 Sports加Festival 是一些大型的節目 配合體育項目 這樣搞 因為有城市機制 在這裡再新研 因為我們在2023年的時候 我們放寬了一個MRE 現在除了體育總會 還可以非體育總會 或者商業機構 都可以扮演這些賽事 而資助金額達到1500萬元 當有這樣的政策出了之後 當然有很多人會想參與 這是已經好事了 第二就是當他們參與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要有一個學習期 原來有一些商業機構 他們想搞一些比賽 他們未必有專項的認知 或者知識 到了他們搞的時候 可能缺乏了這些專項的知識 就未必搞得好 有些就真的不是很完美 但如果剛才說我們18個 其實大部分都做得很好 現在這個學習過程 就是我們如果有一些真的有能力 他可能在另外一方面 他們可以宣傳到外國 吸引一些外國客人進來看的 是很厲害的 但是在他搞比賽那裡 總會有些什麼 就算他不是全權負責 是否可以技術支援 是可以做到這一部分的事 現在慢慢就是我們在錯誤中學習 也知道香港原來在搞某一些不同的項目 他們有不同的專才 我們希望拉動這些人 走在一起就可以把這些 就算不是體育總會搞的一些城市 可以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都有 一些學習期也好 一些分享期也好 我舉個例子 就算Rugby 他們的體育總會 他們都有跟其他的項目分享 因為他們過去的歷史 他們做得很成功 他們開始跟其他的體育總會去分享 當然有些體育總會未必是這麼大的 但如果我們現在這樣的尺寸 我們應該做一個世界的賽 我們應該可以做到什麼呢 當這些技術交流去做得好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活動的品質都會越做越好 Sam 你自己都做過運動員 我想問一下你做運動員的時候 即是那些入行的前景和機會 跟現在的年輕人入行 是否整個相比较 其實現在的環境是好很多 事實上是 我相信你在香港社會問任何一個人都會覺得 是 這個是我自己都很開心的 如果你說給我以前就 由沒有支援到開始有支援 沒有機會入大學 到有機會入大學 我都算是第一批經歷這些事 到後來我也幫退役運動員計劃 在好委會那裏 再繼續發展也得到政府的支援 現在我相信的分別就是 如果你有天分 你透過體育總會的一些培訓 到你入到體院的訓練 到你拿到很多大型項目 大型比賽的成績 之後那個生涯支援多了很多 譬如他們會選擇回去讀大學 甚至乎在做運動員同一時間 相關發展讀大學 到完結後 有些按照他們拿到不同的成績 甚至有一筆獎勵金 就是感謝運動員為香港爭光 拿到這麼多成績 起碼他在轉型期間 都不會為經濟的憂慮 幫退役運動員計劃 甚至乎介紹工作給他做 所以以前的憂慮說 你做運動員沒有出色的 將來會不會找到工作 現在沒有人敢說了 所以這個我聽到也很開心 反而現在一直發展下去 希望這些在不同項目的運動員 他們由讀完大學 可以繼續服務在體育發展 因為現在我們有啟德體育員也好 我們發展大灣區也好 需要很多專才 希望一直發展下去 市場大了 需求大了 就可以容納到更多這些 又是精英運動員 又是在香港讀過 體育運動相關的行業的一些知識 然後再放回去在香港的體育發展 將來我覺得對年輕的運動員來說 是很有前途 我們在說運動的普及化 我們又如何密釋到一些有潛質的運動員 進入體育圈子 我想我在做體育發展的不同項目 我遇到很多爸爸媽媽都是這樣說 我兒子都頗白艷 他都頂多跳 他頂多有能力做運動員 他應該玩什麼運動呢 我想最容易去解決的就是 在暑假的時候 去康文署去報班 亦都可以問一下小朋友 這裡有幾個不同項目 你覺得誰你喜歡一些 讓他們自己選擇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情況就是 因為爸爸媽媽喜歡玩運動 就希望那個兒子或者女兒都玩那個運動 但有時候未必是這樣配對 可能那個小朋友有自己的發展 我覺得第一給他自己選擇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如果是總會舉辦的一些初級班 一定是有保證的 不論場地 因為是康文署的場地 不論是教練的水平 還有他們有一個晉升階梯 因為在那裡他們會在那個系統上 會上到精英系統 當然我不是說有個別項目 他們可能有很多師班 那些沒有壞的 只不過是到最終都要走進去 即是總會那個系統那裡 繼續上去變成精英 你提到那個系統問題 也有很多人討論 即是香港整個體育項目的精英制度 以及資助制度 在那個資助和精英項目制度上 你覺得還有沒有一些優化的空間 我們不時都檢討 譬如今次完了今屆的巴黎奧運 我們又會再檢討 一般會是大型運動會後 我們都會檢討 因為一直發展下去 可能有一些項目 他們不是經常出現在大型運動會 但他們又會拿到成績 那怎樣去支援他們 有些剛才說的對際項目 如果你不培養他們 他們怎會有成績 雞魚雞蛋的情況 我們又會有另外一些額外的程式 去幫他們 希望他們提高到成績 我覺得隨著一直 我們在大型運動會後的檢討 亦都去諮詢各個持分者 我覺得我們會找到一些適合的政策 去幫助這些運動去繼續發展 大家看到體育發展的勢頭是好的 大家都覺得前途是光明的 但我們希望如何幫得到這些不同項目的運動員 總會都有他們的發展通交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今集訪問完體育專員 黃德森 阿Sam之後 我有兩大得著 第一就是更清楚體育專員 他的具體工作 剛才阿Sam用了很多例子 去講述他在一些項目 工程和政策上擔當什麼角色 第二就是我們經常說 香港的體育要精英化 城市化和普及化 但具體來說 怎樣做呢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經濟發展 和體育運動更加掛勾 就是我們經常說 體育要有一個完整的生態圈 究竟政府在打造這個 體育生態圈上的角色是怎樣的 相信大家看完今集之後 都會有所得獎 是的